就我身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怎樣 然後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這個時候跳出來說我要娶妳 我就好像不負責任的一個人 我真的想娶啊 可是我... 我有那個資格講我想娶嗎 這當中真的是有時候真的很辛苦 那時候我覺得 我很珍惜我們可以採集的每刻 然後我真的覺得妳很棒 就是我覺得我的開心 會覺得幸福的成分 大過於就辛苦很多很多 所以我不想要讓妳覺得說 妳其實是我的負擔 因為有了這個經驗之後 我才會知道說原來我... 妳在我幸福中對我來講是這麼重要的 這很酷耶 樓空 裡面都不穿 這個會直接... 對啊 這看得到裡面耶 不行嘛 妳現在就規定我了 我想要走性感風啊 因為平常我們不會去選到衣服啊什麼的 因為妳都不挑 妳都是每次到一間店之後 妳就去找男友寶座 然後就坐下來了 但是她很願意陪我逛街 她會一直陪我從早上逛到晚上 但是每一間店 她都是會去找她的男友寶座 今天沒有 今天不行啊 今天妳要挑妳自己的 男友寶座今天特別累 沒有啦 我看完就這樣講 其實跟她在一起不管什麼時候 會覺得很快樂 以前我一直去逛街啊幹嘛 那看起來 我在旁邊等回去就很快樂 對 妳好像真的都是這個樣子 很帥耶 對... 你剛好跟老師聊天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不好意思啊 老師是日本人對不對 日本人 日本人的 你剛才講這個很帥 這個很帥 那你要問老師幾歲啊 問老師幾歲 這麼突然 對啊 問老師幾歲單身 不好意思 那... 多少 多少 你這樣太進階了 結尾老師多少錢 不是 幾歲 這工作生物效果 來 給妳好好看 老師 好看 好看 謝謝 這個我也會講 不會啊 不是要講日文嗎 不會啊 不會 我會 謝謝 謝謝 好看耶 真的嗎 比我們之前去日本穿的時候 肚子看起來更小了 對啊 好像瘦了喔 好看 因為我們之前在日本挑的那個 比較像社長的感覺 現在看起來就是 公子哥 嗯... 年輕的公子哥 好看嗎 好漂亮喔 你看來幫我配這個 好可愛喔 你喜歡嗎 很喜歡 超喜歡 喔 好可愛喔 我也覺得很可愛耶 喜歡 喜歡 那我們趕快拍照 喔 我今天有請了那個 很專業的攝影師 可以幫我拍照 這樣嗎 欸 很可愛 很可愛 非常好 非常好 嗯... 那那都哥一起來 這個我幫你放旁邊好了 好喝 沒有扇子了 你會為了孩子淘照照片 去學一些其他姿勢嗎 當然 必須要 但是跟別人拍照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對 我規定的 哥...他規定... 就節目有時候下工之後 有些女生會 豆哥... 我可以這樣拍照嗎 所以我後來就 擬定了一個模式 有別的女來賓要拍照的話 他只能這樣 這樣的話就沒有人可以 公開的時候會這樣 你也不可以這樣喔 這樣有空間過 要這樣 夾緊 要夾緊 可以親一下嗎 隔著這種親嗎 對... 好 很可愛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改出一個害羞的動作這樣 害羞 你害羞 我害羞 我親耶 對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怎麼辦 我就好像戲說台灣 這兩天 你有沒有覺得 有重新戀愛的感覺 仔細想一想 這兩天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對 都是第一次 對 不管是第一次 第二次 第八次 第十八次 都 我想把它說成 每一個小小的膠囊 說在口袋裡面 這麼可愛 對啊 就覺得這些東西 好像都很像 回憶膠囊 很真實 然後不肯磨蜜的東西 也很值得你 就好好的把它增長起來 雖然說現在是 每分每秒都黏在一起 可是我其實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度過的 很緊密的時光 熱戀期跟現在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然後覺得更舒服 更開心 我們有倦怠期嗎 我是沒有 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也沒有 對 打得要吐出來 身邊的一直叫我結婚 可是其實我最真實的願望 就是我希望可以 永遠的跟你在一起 不一定要結婚 就是永遠在一起 然後一起經歷 像今天很多 開心也好 然後人生這麼挫折 然後陪你一起走出來 這些對我來講 就是最珍貴 我之前講真的 就是我身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說 如果我這個時候跳出來說我要娶你 我覺得好像不責任那個人 不然等不等的感覺 我知道 對啊 因為我不敢站出來跟你爸 跟你媽說 我今天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娶你 我真的想娶啊 可是我 我有那個資格想娶嗎 所以我常常覺得先給我們時間 讓我們這個時間這樣顧 對 就會比較知道 嗯 其實我們比很多福氣經歷過事 都還要更多 嗯 對 然後這當中都是 真的是有時候真的很辛苦 那時候我覺得 我很珍惜我們可以在一起的每刻 然後我真的覺得你很棒 就是我覺得我的開心 那種會覺得幸福的成分 大過於這個辛苦很多很多 所以我不想要讓你覺得說 你其實是我的負擔 因為我一點都不會覺得 很有負擔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今天不能說很開心你生病 但是我很珍惜在這段時間 可以發生這一件 因為有了這個經驗之後 然後我才會知道說原來我 你在我心目中 對我來講是這麼重要的 然後原來可能失去的人 會是這麼可怕的 然後原來你的進步 我會比我自己的進步還要開心 然後我看到你重新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也會比我自己的成就 喜悅更大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們未來就是一切好好的加油 很多事情一定要經歷過才會有辦法想像 那真的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你可以發現這對你來說重要是什麼 然後你就去珍惜這些事情 今天剛好結束了嘛 最後 很開心你可以陪我一起來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第一次的體驗 然後我自己最後一刻的眼淚止不住 所以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很感謝節目就是 讓我可以用這個勇氣 然後把我心裡面的話找出一個出口 不然其實我自己算是不太好意思說 然後也不知道要跟誰說 可是你的卡片超害羞的 對啊 我從來沒有寫過卡片給你 真的沒有耶 你會覺得寫卡片很彆扭啊 從來沒有寫過 可是我很喜歡督你的卡片 我只有寫短短 因為我字真的變很醜耶 謝謝你這段時間的照顧 讓我能提筆寫下心情給你 雖然文字不多 但卻能代表我的心意 希望能讓你感受我的用心 打動 字幕作者 字幕作為全部視聴